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治剪员大鹏老师,让各位久等了 很久没有更新数码宝贝的玩具了 那本期视频就来看一下万代掌弄十万系列的第四弹 机械暴龙兽和兽人家录组兽套装 除了这一套,我也在魔宝官方代理店预定了 驱文发售的阿尔法兽王龙剑形态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等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和大家开箱分享 取出内容物 因为是十万系列的产品,所以内包中是这种侧风袋 除了个别零件上,还连着流道 其余的都是以零件的形式装在袋子里的 这种分好的配件,在组装方面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基本所有的零件都是玉图装好的 这就很舒服了,接下来组装一下 组装的过程还是比较快的 20分钟不到,基本上都能搞定 和之前的机款产品相比,体积稍微大了一点 看到这些小可爱,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之前脱更了这么久的变形系列,还做吗? 肯定做的呀! 兄弟们多多点赞,点赞过万,咱们继续这个系列 主要是帮我回回血,有机款,太贵了! 弯弯造型方面,这次机夜暴龙兽和收人家录组兽 主要对标的是2020年宠制版中的造型 所以在细节方面,或许会与老版本的造型有所差别 它们的可动性还不错 头部和四肢的部位大量使用了球形关节 可动幅度挺大的 除此之外,肘部,手部,腰部,脚掌,尾巴,也都有可动 摆出它们的招牌动作,有刃有余 重点是,目前市面上质量的可动玩具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所以这次的试玩呢,也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缺 不过这兄弟两个,一个嘴巴不能张开 一个不能闭合,属实是卧龙凤厨了 这次还附带了很多的配件 首先是一枚千兆破坏炮的导弹 和胸口展开的配件 取下来,替换上 加上支架,可以还原千兆风暴 除此之外呢,还配了 新满动画里出现的加农炮 整个UB替换掉之后,这里打开 加上这个黄色特要件 还原了加农炮的发射状态 非常的霸气 当然了,导人加农主这边 也附带了新动画里出现的射手形态的光翼 直接通过拔掉背后的做毛进行替换 这个操作真的是史诗级的加强呀 但是我早就想说了 这个不就是自由高达吗 同时呢,也附带了变成武器的光翼握持手 可以还原陡秀重机的招式样式 如果能再送个光翼变成的激光炮提换键 就更好了 总的来说,这两个小东西放在桌面上当个把王的摆进 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这一套,我最近还入手了这个系列的假面骑士电王 同时呢,还在等他4月份的老司机 弱弱的问一下 这一套需要做机视频吗 想看的发个1,不想看的发个2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多多点赞支持啊 等我有空了,安排一下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志剑原大方老师 好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